后来我在跟我先生结婚之后 我发觉小儿子出生之后 我发觉我小儿子有几个跟他 我也不晓得他有过敏 后来就是我小儿子有一些事 有一些过敏 比如说鼻塞流鼻水的一些症状 然后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 就打十几个喷嚏 那我到学校就说 奇怪了我也没有过敏 我这小儿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我老公就承认跟我讲说 佩姐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但是体质都是一代一代遗传过一代 但是你为什么这一代会发作 我的小儿子为什么会发作那么严重 我觉得还是跟一个整体的一个 环境有关系的 所以他跟我讲说 像我儿子有一些亚斯伯格症 我说奇怪了 我觉得我的人际关系也很好 他就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他长大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正常 我说你为什么结婚前都 不跟你讲吗 所以有时候人我跟他认识半年 就结婚有时候真的要认识久一点 再结婚可能是 我女儿常常会跟我讲说 妈妈你就是 他这半年后才跟你讲吗 还是结婚后 没有我是结婚后我自己 他不会跟我讲这个 我是结婚之后 我发现说 奇怪我的小孩为什么有一个亚斯伯格症 很明显很Tiple的症状 然后还有器材跟过敏 我女儿是没有到器材 但是他严重的鼻子过敏 那会很难过嘛 那我小儿科医生啊 你知道小儿科医生很会用过敏的药 我什么都用上去 我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都没有用 我女儿就会嘲笑 我说妈妈你是结婚前没有长眼睛 也没有看看对方有那个 因为其实过敏有很部分的是基因的 基因的关系 可是我说已经结婚了 小儿生出来没有办法 我说忍耐一点 你到了大一点之后 可能可以稍微改善一点 因为我们家也是三姐妹 我两个妹没有过敏 然后我没有 就是我爸爸那边有过敏 然后我是没有遗传到 就有些人就是 运气比较差就会遗传到 两个妹妹都遗传到 就是要弃喘啊 那真的很痛 其实肺腺癌 这个风险因子 跟大家讲一下下 风险因子其实有几个嘛 有吸烟 吸二手烟 还有就是炒菜油烟 基因突变 然后或者是本身的肺部就有疾病 另外就是空气污染 然后另外就是 你本身从事金属液 或者是接触失眠啊 放射线这些 好 再来呢就是呢 肺腺癌的警讯跟症状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是一直咳 然后第二个是喘 喘不过起来 第三个是胸痛 第四个是声音变得非常非常的刺耳 然后咳血 这咳血可能是像我们古代看到那个 咳血的感觉 应该是癌症穿破那个气管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体重异常的下降 想问一下 陈医师 你那时候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那个健康点点名的那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很荣幸今天有 王主持人来要我谈一些 健康的一个议题 那先回答一下 他刚刚问我说 我常常会在门诊追踪的时候 去问我的主持医师说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要来再找你了 那其实我的主持医师是我的大学 七年的同班同学 那其实同班同学在同学会见面 是很稀中平常的 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 我希望在同学会见到你 我不希望我来门诊的时候看你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我本身在99年底 就是11年前 我是因为在我们的医院提供的一个 员工的一个健检的规划当中 我自己去选择了做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 不过在这里 因为刚刚我跟主持人聊到说 我做这个勾选这个检查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本身当医生 都是一个高压的一个生活的过程 所以常常觉得自己心脏会乱跳 我们就说的那个 就是那种心剂 那我想心剂的话一定会觉得说 自己的心脏出问题 那我那时候在99年底那一次的 年底的见解我就选择说 好 那我就来勾一个心脏概化的指数 看看我将来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的那些危险因子 结果真的就去做了 就做了之后 我五到十年之后 产生这个心脏的那个 那个AMI的那个危险的那个因子 是几乎是很低 几乎是零 但是帮我看那个片子的医生 就是很意外的在我的肺里面 发现了一个0.7公分的一个白白的 就是我们说的毛玻璃的一个白点 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想说0.7公分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0.7公分的白点 你到底能够判断什么 其实是不太容易 那医生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密切的追踪 那我就把我这个见解的报告 我记得在拿到之后 就跟我先生讲说 那个医生说我的肺有一个白点 我那时候讲的就是很平稳的口气 结果我先生听了非同小可 那你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0.7公分 就毛玻璃状了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个应该是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他就 因为他那时候在台大 他那时候还是一个 Pure的一个ICU的医生 我们以前那时候早上去访问他 然后他就叫我把那个医院的骗子 Copy了 然后他就会拿去问 他也很有技巧 因为有时候你的同事 帮你判断骗子的时候 如果是你的亲人 他可能会讲的保守 所以他常常拿我的骗子 去问一个人 他就说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病人 结果每一个人跟他讲的说 这个人应该就是 我那个毛玻璃0.7公分 应该是就是一个癌症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判断 因为那个 一般比较良性的 好像那个肺结合的结结 那个比较圆的边缘比较规则 那我那个0.7公分是那个边缘 上面一点 对对 他是在那个肺的顶端 然后那个圆圆的旁边 好像有一些毛玻璃状 就是好像有点要突出去的 他们就是那个就是癌症 在就是扩散 invasion的那种样子 所以我现在问了好多 就是用盲目的问法 问了好多他的同事 每一个都说 这个人应该是得到肺线癌 所以他是不署名就是没有署名 没有署名去问啊 你如果署名说这是我的太太 我想很多人会 都会保守的回答你 所以应该刚刚就是 就是夫人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是去做心脏的 对概化结束的 我觉得你有点心脏不舒服 然后你去你的见解那时候是 大概就是等于是你们的医院的见解 对医院给我们的福利 给你的福利就是去见解心脏这一块 就没想到你的医生反而就是帮你看到肺部的这一块 就是有白点跌 等于是0.7公分这个白点跌 对那你当时听说好像是 那个我看到蛮多 那个媒体有写过说 当时是科批 就是等于是现在的市长 当时是杀猪式的 就是要你就是强迫你去开一道游 有这样子 对因为他有自己私下问过人 那个人大概都很客观的跟他讲过 那我那时候因为说实在你刚刚有一个字卡 就是说这个肺腺癌的一些危险的因子 然后还有一个肺腺癌会表现的症状 其实你刚刚秀的那两张字卡 其实是我完全都没有 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得到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遇到这种重大的病的话 你第一个一定是否定他 那否定他的话就开始 后来就是我先生跟我讲了说 一定要去开到你那个很多人都判断是应该是费心 所以到最后只能够接受的去开到 你好像有一点点担忧 因为有三个小孩子 当然那时候我记得小孩子都还在国中 在高中 那你知道吗 那个先生一直都忙医院的事情 那其实很多的家务啊 包括家里的一些理财啊 或者说一些小孩子的照顾啊 那个几乎都是 我在takeover绝大多数的一个 duty啦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哇我只有身体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妈妈都会很放心 就是很不放心 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出状况 万一不能够再照顾这个家庭怎么办 我那时候也想说 我赶快把我自己的问题是处理好 那希望能够把家里的一些气氛啊 跟家里的生活步调能够回复到从前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勇敢的去 我那时候是在台大开的啦 对然后听说你就是开刀的过程当中 就是柯P非常的细心 然后有一个行军船在旁边 然后还有什么一个跑楼梯的过程 你那个水什么附 对那时候是那是我在开刀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吗 说我们现在的那个肺现在的开刀 如果说你是比较小的话 大部分都可以用内饰剂 就是挖三个洞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开完刀之后要放胸管这样子 那我开完刀之后 当然在他们的ICU里面 就在家务病房里面住了一个晚上这样子 因为他是医生他当然可以进去啦这样子 那我第二天是转出来 但是转出来的话 那个胸管要放个三五天 就是把那个开完刀的那个血水要把它引流掉 那我是有一天就是可能自己太爱乱动了 然后我因为本身很瘦小 所以因为皮下没什么脂肪 所以那个胸管一动之下就会滑脱 那滑脱的话 那个胸腔里面的那个水就会一直留在那个床上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跟我因为那时候那个正好是早上十点多 那时候我想说那个病房的护理师都很忙 我说这个小事我先跟我先生讲 就他听到了他在他在四楼嘛 在ICU在四楼 他就马上冲上来又说什么 他说你那个那个就是床上有好多那种就是那个引流液都在上面 他还以为我那个绑线断掉了 然后大量那个肺大量的出血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胸管脱落 然后里面的一些浮入语就要一直流出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从四楼跑到我的病房的八楼 他说我看他冲的气喘吁吁的 他说他真的是以为我那时候是那个线断掉 正好在胸腔正好在大量的出血 那时候那时候如果没有送到开刀 这个人会没命的 所以他就就跑得很快就冲到我的病房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只是一个胸管 因为可能我真的是脂肪不够厚 我就抓不住胸管 所以胸管一动之后就就滑落了 对啊这只是一个就是在我开刀当中 或许吧一个小小的让人家觉得说 很甜蜜的就是说 当你在开刀心情很脆弱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旁边一个医生 然后又很关心你的病情的话 当然你会比较放心 那我很感谢我的主治医师 就是我的主治医师当然是内科是我的同学 那外科的话就是跟先生是同事很久了 所以都应该都是平常很熟悉 也让我自己就觉得安心不少 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说其实刚刚有提到 其实你不咽不久 然后所有跟肺腺癌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家族史 对家族史也没有 没有那个家族史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因为我有看到说 你们夫妻长差点就休克的感觉 就是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有那个点点出来这样子 然后而且是你当你确认是癌症的时候 你自己当然心里会觉得说 到底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这样子 因为其实肺腺癌其实发生 发生在女性其实不少 对可是就是说 你那时候有想说 其实年龄成你才50多岁 通常好像都是六七十岁 六十出头左右 就是肺腺癌的平均 后发年纪 对那为什么那时候 你有觉得说 为什么是我吗 你有想原因吗 对所以说以我本身 我想今天来节目 就是要给大家教导一个观点 就是说以我的例子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早期发现对一个人的 癌症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常觉得说 现在很多的公司 好像都有提供员工 一个健检的套餐 那我想说 大家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 你就不要怕说 健检出来有很多的红字 其实红字对你的生活的形态 它是一种警讯 对那就算有红字的话 你才知道说 你明年需要去追踪什么 所以很多人不敢健检 是因为怕说 出现了红字的话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那以我的例子来讲的话 你看我如果说 早期能够发现 自己这么重大的毛病 然后能够去开刀处理它 我现在也可以过得很健康 所以我只能够说 健康健检的一个好处 肺腺癌 因为我长的是在肺肩 就是最上面的地方 那个地方真的是 我们的主要的支气管下去 就是引导空气进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肺腺癌的成因 应该是跟一些空气 还是PM2.5那些比较有关系 那其实跟饮食 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经过了这个大病之后 那时候也在台大医院 住院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觉你很多不良的习惯 你会知道说 你自己身体有一些警讯 你还会顺便把它改掉 那以前医生是高压的生活 那有时候觉得说自己很健康 能就是吃东西啊 什么作息都比较混乱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急着议会 怎么样 早餐吃不吃都 甚至于随便抓个东西 就吃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是觉得 其实早餐是一个人的 一天的一个能量的来源 那一天早上吃什么 不吃 或者说有时候 喝咖啡啦 啃面包啦 但是我好像觉得说 我自从开完刀那段时间 我发觉说 我会把它早餐吃得比较 丰盛一点 对 那中餐的话也会不会说 就是太忙了就都没有吃 就至少勉勉强强自己会 找出一些时间来 那晚餐的话真的有时候 如果当天没有很累的话 我好好晚餐是吃得最少 那其实这比较符合 我们一个人体 一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程 其实这好 你的看来心法有提到说 这刚刚那个倒三小型 那个可以再回来一下 CG2可以回来一下下 其实就是早餐很丰盛 中午就吃关东煮跟沙拉跟水果 晚餐的话就吃糙米饭 然后你喜欢就是 我发现你也非常喜欢番茄炒蛋 然后白肉跟鱼嘛 对因为我本身就在澎湖长大 所以从小就是吃海鲜 那当然有人说大肠还跟红肉有关 所以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吃海鲜 像吃像鱼 那我的先生也是 他也不太常吃肉 虽然你看他长得像胖胖壮壮 他还说他腰位已经超过90公分 但是他真的很少吃那种肉类 除了被人家邀咽之外 他其实在家里很少吃豆 大部分都是就一盘菜这样子吃完 然后吃豆腐或是吃蛋类这样子 就这样就是就维持自己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那比较少吃红肉 像我的话我也是比较吃海鲜居多 那这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 那其实当然肺腺我们今天讲的时候 说是以空气为主的话 大概跟食物没有关系 说你会因为你这个病而 把你的饮食习惯 再做一个更健康的一个 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不过还是要说那个 你刚刚说有一个朋友都长期的咳嗽 当然现在因为很多迷人会有一些肺腺 其实咳嗽当然有人说在咳超过两个礼拜以上 你就至少简单的X光片需要去照一下 但是X光片有时候对早期 特别有时候在心脏后面的一些肺的结结 有时候不容易直接的看到 因为肺还是有很多的地方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是直接显现出来 特别是心脏后面 或者说太过中间的一个白点 你不太容易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说 如果台湾的肺腺来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觉得国健署或卫福部 是不是要做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检的一个计划 就像我们在筛检乳房 摄影超音波一样 当然这种筛检的计划 X光片既然不是有很大的作用 当然就是说用低剂量的一个电脑断层 那低剂量毕竟它也是一个有辐射线的 所以那个一定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高风险的 比如说你有抽烟的 或者说你居住的环境 是属于比较工厂的地方 污染比较严重的 或者说你家里真的是有家族史的话 那个就是要早期做那个低剂量 因为那个有时候累积多的时候 对身体并不见得是很好 对那台湾就是我好像觉得 最主要是要减少那个PM2.5的一个产生 那我说PM2.5 你刚刚讲到说很有趣的东北季风 我觉得我们台北市虽然是盆定 但是因为东北季风很会吹 那好处就是东北季风会把一些空污吹走 但是吹走的话就吹到中南部 中南部如果东北季风越来越弱 它就慢慢的吹不动了就会掉 吹不动了就会掉 所以受害的其实是变成一个中南部的地方 所以就应该减少一些人为的PM2.5的产生 当然PM2.5就有一些天然来的 或是临近的地方飘来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控 但至少我们在台湾本岛就说至少尽可能把它减少 那个PM2.5的一个产生 那PM2.5现在都是一级的致癌物 像我是本身小额科医师 其实PM2.5除了说大人的那种 就是从呼吸到吸进去 然后从血管吸收 然后跑到全身变成像三高病 还有失能失智之外 其实在我们小额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我们小额科有很多的过敏体质的小孩子 鼻子嘛 对 鼻子跟气管都有 就是上下呼吸道都过敏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过敏呢 跟过动跟自闭症的小孩子越来越多 那其实有人统计说还是跟这些空污 那PM2.5然后经过肺部 然后吸到血管 然后循环到一些脑部 还是有关系 所以PM2.5其实对一些老年人的那种三高 跟一些失能失智有关之后 跟我们小孩子的一些过动自闭 还有甚至于年轻父母的那种不孕症 还有我们还有一些过敏体质 就是我记得我刚当医生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过敏没有多 那时候就是老师都跟我讲一两成 现在差不多差不多超过五成一半以上 现在变成过敏不过敏的还多 就是说世界上当三个眼睛的人比较多 比两个眼睛的人还多的话 你就会认为三个眼睛是正常 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真的是过敏的 真的搞不好已经胜过 那个没有过敏的人 现在变成好像台湾社会是过敏是正常的 因为最主要是空污太厉害 你稍微有一点过敏的一个倾向的话 你就会被这个空污去诱导出来 就气喘啦 气喘是最严重的一种过敏 那有些没有真的哄哄的气喘的话 它也会夜壳鼻塞 那些也会造成你生活很不舒服 那睡不好第二天精神就不好 相对来讲 白饭麻麻都要求你成绩好 对啊 成绩好一点 他会讲说你在学校都会学不来 有时候真的是过敏没有睡 鼻子真的门不舒服 不舒服的话你会睡不安稳 最主要是你会有缺氧 那缺氧的话你就要睡得很久 又睡不饱 那第二天学习能力又不好 就变成说渐渐影响到成绩 真的这是有统计过 还有影响到你这些过动 跟自我的一个控制都有可能 而且好像过敏要吃的那个 支气管的药会容易想睡觉 抗阻治安 我记得有抗阻治安会想睡觉 抗阻治安那至于支气管开的那个 就是扩张剂的话 那个是倒是会很兴奋 那台湾的过敏本来很多 我本身是还好 后来我在跟我先生结婚之后 我发觉小儿子出生之后 我发觉我小儿子有几个跟他 我也不晓得他有过敏 后来就是我小儿子有一些事 有一些过敏 比如说鼻塞流鼻水的一些症状 然后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 就打十几个喷嚏 那我那时候就说奇怪了 我也没有过敏 我这小儿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我老公就有承认跟我讲说 佩姐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但是体质都是一代一代遗传过一代 但是你为什么这一代会发作 我的小儿子为什么会发作那么严重 我觉得还是跟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有关系的 所以他跟我讲说 像我儿子有一些亚斯伯格症 我说奇怪了 我觉得我的人际关系也很好 他就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他长大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正常 我说你为什么结婚前都 不跟你讲吗 所以有时候人 我跟他认识半年 就结婚有时候真的要认识久一点 再结婚可能是 我女儿常常会跟我讲说 妈妈你都是 她是半年后才跟你讲吗 还是结婚后跟你讲 没有我是结婚后我自己 她不会跟我讲这个 我是结婚之后 我发现说奇怪 我的小孩为什么有一个亚斯伯格症 很明显很tip的症状 然后你到气馋跟过敏 我女儿是没有到气馋 但是她严重的鼻子过敏 那会很难过嘛 那我小儿科医生 你知道小儿科医生 很会用过敏的药 我什么都用上去 我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都没有用 我女儿就会嘲笑 我说妈妈你是 结婚前没有长眼睛 也没有看看对方有那个 因为其实过敏 有很部分的是基因的 基因的关系 可是我说已经结婚了 小儿生出来没有办法 我说忍耐一点 你到了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可以稍微太善一点 因为我们家也是三姐妹 我两个妹没有过敏 然后我没有 就是我爸爸那边有过敏 然后我是没有遗传到 就有些人就是 运气比较差就会遗传到 两个妹妹都遗传到 就是要弃善啊 那真的很痛啊 很难过 然后有时候就是要 喷那个扩张器啊 对 跟之前扩张器 有时候也要喷一些 鼻子的肋骨唇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还蛮幸运的 没有遗传到 那过敏基因大概就是认了 我只是说过敏 如果说是因为 外在的一些因素的话 其实我们是 可以去把它broker掉 那其实PM2.5 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一个因素 会引起过敏 像最近我刚刚来这边 会觉得说天气变凉了 其实那种温差 对 温差跟湿度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有时候秋冬的季节 那个真的是非战之最 就会引起一些 如果我们那只能够靠 靠医生帮你开药 因为就是基因其实真的是 对 基因也是没有根据自己 所以你的女儿说就是 妈妈就是结婚前可能眼睛没有 你不是相亲认识 说是相亲 因为我们都是念台大医学系 对啦 是因为我们是先上一代先认识 因为我爸爸以前读日本书嘛 所以他很喜欢去买一些日本书 那我公公也是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就常常跟我爸爸说 你那个书看完的话 你就借给我看这样子 我常常会需要帮我爸爸打包书 然后寄到新竹 那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两家是因为这个书而认识的 那他会介绍说 我们下一代正好都有一个在 台大医学信念书 他比我高一届 对 本来上一代有一点奄远 然后经过上一代的介绍 我们才认识 因为我们两个个性 可能都不是那种很活泼 或去参加什么戏上的舞会的那一种 所以不太容易能够认识双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毕业的 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才认识的这样子 对 因为他在 他蛮有趣的是 他前一阵子上有台的节目啊 然后我就看到他说 柯文哲的市长就说 我的那个家中的经济管理大权 可能全部都是在那个陈医师身上这样子 然后唯一一年呢 他就是收入最 比他多的原因是 因为你在得肺线爱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是大概 其实我觉得我蛮勇敢的 我那时候能够请假就是用自己的 公休就是休假的时候 然后肺线爱开完刀 其实你会那个 你是开那种大刀还是 不是 现在飞行人大概都是用内视镜 但是老实讲你的肌肉还是很紧绷 然后医生也说在可能在 三到六个月真的 你不要做那个很激烈的那种运动 因为可能怕伤口会崩 所以我那时候开完刀之后回家休养 就是请假都是请自己的那个休假 休假请完了之后我就去上班 我结果那时候 没有休养一阵子啊 没有就是说就是休假可以请的我就请 那如果休假完了之后我就去上班 那当我那时候同事很帮忙 我都就是给我一些比较轻轻的工作去做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肺活量会不够嘛 因为刚开始切掉 虽然你只有0.7公分 8.8成的肺液 对对就是那是你要切掉那个safe margin 所以我虽然只有0.7公分的病灶 但是切掉那个右上肺液的时候 我的肺功能只有剩下8成 那我那时候医生说你的肺都是碳粒 所以他认为说你出门都要戴口罩 那其实医生看门诊本来就会戴口罩 我那时候就是戴着口罩去看门诊 那肺又升下8成 然后有时候讲话比较快的时候 我发觉我会喘 就说那时候肺液可能还没有就是 带肠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喘 那当然后来就是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慢慢的适应 当你的其他的肺越来越发挥 它最大的功能之后 然后就说我那个会觉得 胸闷喘的那个不舒服感就会比较低 那大部分是六个月以后 那六个月之后我的心情也是比较调适 所以一般比较深一些重大伤病的人 大部分给你自己六个月的一个调适的时间 那那段时间我休假 很少我把休假都请完的时候 所以那段时间应该是 全年的收入是唯一一年少过他的 他会觉得说他还是很有贡献 因为他还是乖乖的去赚了一份心血来养家 这样子